哈囉 大家好 我是貝克蘇 這次要聊的主題是 推薦你超神吧 沒動畫 落腳有騎同學 這部動畫我覺得蠻猛的 這部動畫是我學生分享到群組 我知道了 後去看 其實裡面在描述提升魅力 社交技巧 大部分都蠻正確的 我覺得很猛 看來作者有真的研究過怎麼提升社交技巧 而且是頗有心得的 劇情我大概描述 就是男主是一個高中生 在班上是邊緣人宅男 認為現實生活是一個分gate 抱怨這一切對自己的不公平 但是在一款遊戲是積分排名第一的高手 因緣際會認識了排名第二的女主 兩個人約見面之後才發現 原來女主是同班同學 而且是在各方面學業 社交技能 談吐 長相 外貌 都在優等上 劇情稱為現衝 意思類似是生下來就享有許多好處 而男主被女主數落了許多 沒想到自己一直崇拜了積分第一的男主 在現實生活中是個放棄自己人生的邊緣人 而男主開始怨恨的咒罵女主 你這種現衝怎麼懂我 不會社交的苦 但女主表示 社交技能都是能靠後天努力達成的 原本的她並不是現衝人生 之後女主就開始教男主 各種提升魅力的技巧 把人生當作遊戲一樣 學習各種社交技能 男主就從中開始學習社交技巧 之後慢慢成長 那劇情大概就是這樣 這部不是講劇情的影片 而是我想要推薦想提升自我社交技巧的人 都可以去看看這部動畫 你可以想像就是 把一個人從邊緣人道開始 能正常社交甚至有點魅力的過程 簡化成一個幾個小時的動畫裡 她淺顯易懂的帶一道 從技巧面帶到心態面 和最後幾集呈現出純粹用技巧 去面對人際關係社交 會產生的誤區會是什麼 我覺得非常的猛 以一部動畫來說 可以把社交技巧提升講解到這個程度 是蠻厲害的 當然畢竟她是動畫 還是蠻多不符合現實上會面臨的情況 因為實際上 自我提升社交技巧 不會那麼順遂 有非常非常多的自我懷疑和痛苦 但動畫在這些點上沒帶到很多 但因為是動畫的關係 時間線上過很快 但實際上 我們的人生在提升的過程中 不會過那麼快 也許她一集要學會的東西 就需要真正人生中的 好幾個月甚至一年來算 裡面蠻有夠明的是 我也是古高中開始改變的 女主一開始在教男主的東西 大部分都變相表象的 只是招式與技巧 但後來男主領悟到 不需要靠這些招式技巧 也是可以讓自己正常的與人交流 不需要喬裝自己戴上假面具與人互動 也能受歡迎被人接納 女主是已經非常受歡迎了 但是以喬裝戴上假面具的形式 維持這樣有魅力的狀態 到了後面就是男主希望可以不用喬裝戴上面具 也能提升自己過著自己想要的人生 而這跟女主產生分歧 其實這就是讓自己過著有一致性 不委屈自己感受的過生活 讓自己持續過著真實的樣子 我年輕時在練習社交技巧學習上 也會像這部動畫裡面的男主一樣 學習各種技巧、畫素、背話題 把自己打扮成好像很有型 其實那時候的我也不知道這些東西有沒有用 但是我生活開始發生改變 開始越來越受歡迎 開始想要約會就有約會 就會以為我是因為這些技巧的招式導致我有魅力的 而我真正的內心想法的感受透露出來 我不去戴假面具 就又會回到最原始不受歡迎的樣子 直到過了好幾年的持續學習 我領悟到不需要去特別一直依賴招式技巧 不用戴假面具 也是可以讓自己持續散發著魅力 而且讓自己更舒服 但這些都是經過好幾年的努力才領悟到的事情 這部動畫簡單的就告訴你這些道理 我覺得蠻猛的 我好像在看一部我年輕到現在練習社交技巧的過程短片 但假如是說那這樣 這部動畫裡面教的實際上都可行嗎? 以提升自我魅力方面來說是可以 但實際上不會那麼順遂 有許多技巧用了之後效果不會像動畫一樣一下子就出來了 甚至邊緣人你還是一樣會是邊緣人 除非你整個環境換掉 因為印象定了就其實很難改變 裡面角色感覺人都太好了 實際上現實沒那麼簡單 但以純粹輕鬆看一部動畫順便學社交技巧來說是不錯的 很多東西都是有一定效用 而且傳達許多觀念也都是正確的 以我這種專業在教導社交技巧的人來說 我覺得蠻猛的 而過程中也有講到一個點是非常棒的 你是享受過程的提升自己 還是只為結果努力的提升自己 先著你是在跟自己比 讓自己越變越好 後著你是在跟別人比 你是陷入在比較之中 一直把自己的思緒放在許多不能控制的人事務上 讓自己時常感到焦慮不開心甚至怨恨 這部動畫有帶到這一點我覺得蠻猛的 但其實裡面有帶到的技巧有什麼 我就大概講一下 人生中 設定小目標 中目標 大目標 從被害者型態轉成成長型態 如何在社交中給予情緒價值 從害怕被注意到慢慢克服 這過程中的小劇場內心化影響 社交技能是用經驗與訓練累積而成的 慢慢培養出自己的自信 觀察氣氛能力 知識影響行李 行李影響知識 掌握主導權 懂得抓住十幾點吐槽 提出話題延伸話題是純粹用技巧招式面對人 還是有一致性的展現自己 身份地位影響力影響妹妹的觀感 其實還有許多但我大概提這些 其實蠻多技巧觀念是可以的 但假如你不懂的話 也許亂做會讓自己受到許多挫折 因為現實中 也許你沒有妹妹 或是一個女生可以這樣幫助你 而你要自己一個人挺過這些成長的痛苦 動畫時間線很快 只有幾分鐘就跳到下一個進度 而真實人生是好幾年才會跳下一個進度 而且不會那麼順利 你會遇到許多卡關 也許在動畫裡一個簡單的技巧 就是需要花你好幾個月的磨練 才能稍微掌控到 還有實際上吸引女生重要的元素是 肢體推進表情判斷的掌控 他幾乎沒有說 但實際上要說就變成另外一種動畫了吧 蛤? 再來是現實生活中的人類 不會那麼好 例如吐槽來說 類似否定理論 我們到受在練的時候是沒有資訊的狀態下 用否定理論去互動 其實否定的不好很容易會被說白目甚至會被討厭 因為抓不到那個幽默的點 而且自己當下給予否定時的表情、自體語言 都會影響說出去的效果 反而隨便否定一個對象是會讓關係變糟糕的 這四個不能隨便用的技能 或是動畫裡面會說 用話題字卡隨時背著要背起來 這樣再跟女生聊天 或是跟人聊天就能隨時有話題可以丟 但實際上聊天你腦袋有東西就會讓自己很難自然聊天溝通 你說話會被局限 對方也會感覺到自己的不自然 我早期小時候只懂舊派招式的時候 確實是這樣去把妹互動 效果也不錯 但就覺得自己不舒服 這不是自己想要的互動方式 但因為這樣可以出效果 所以就這樣持續用了好幾年 這很容易讓自己依賴招式技巧 不用招式技巧就不會溝通了 那到底對方喜歡自己是因為這些招式技巧 還是自己這個人 而在動畫裡要男主把跟其中一個對象交往設定為目標 這樣就變成好像交往了自己就好棒棒 沒交往就不夠好 其實不是這樣吧 交往是真的自己也對這個對象喜歡才交往 而不是對方只是自己訓練社交能力的工具 只是一個陪練的 不要把技巧招式工具輪為他們的奴隸 而是把技巧招式變成順從自己內心真正所想所望 社交技巧是輔助自己真誠內心的展現 而不是受制於技巧 不需要戴上假面具與人互動 而是把自己真的拋出來真誠的與人互動 確實提升自己會經歷許多痛苦 需要弄懂很多社交的規則、技巧、觀念、心態 但這些都不會違背自己內心感受 不需要讓自己妥協感受 因為怕被討厭而不敢呈現真正的想法 因為怕不夠有魅力不敢做自己想做的事 到最後動畫呈現出來的男主與女主糾結的點 抵觸了女主的人生信念 其實就是兩個都是讓自己社交能力提升 但是在我的生命體驗裡 就是舊派純粹用招式技巧拔妹的極致 和我現在最後體悟到的一致性 真誠展現自己價值去吸引 這兩種不同的方式去提升自己 其實也不需要二則一 你可能會有一套你在體驗過程中 領悟到的經驗想法 但你要勇於去體驗 讓自己人生閱歷變豐富 才會知道這個版本的自己 是不是自己想要的 有些人也許會說 我也做自己啊 但就是沒魅力啊 確實這也是你 但不會是最好版本的你 也許你缺少許多你其實想做 但不敢做的體驗 你其實有許多事情是想要達成的 但因為覺得自己不夠格 或是不敢而放棄 但你假如選擇勇敢面對自己 你願意去改變讓自己成長 變成自己想變的樣子 那這也會是你 而是更好版本的你 而這個版本的你 不需要為了討人喜歡 有魅力而委屈自己 而是你弄懂怎麼樣得到社交技巧 不是戴上假面具 或是放棄人生 而是把這些社交技巧 用來豐富自己的人生 好 最後 其實我是不太看日常動畫的 或是愛情劇之類的 因為看的過程我會不自覺的去分析 實際上不太可能這樣吸引女生 早就報警了吧 或是早就被封鎖了吧 但這部動畫其實蠻多我覺得是可行的 尤其許多都跟我當初在學習練習的過程中 是蠻有共鳴的 雖然實際上練習累積經驗 不會像動畫那麼簡單就是了 中間會經歷非常多的痛苦 與自我懷疑 甚至可能會放棄 繼續歸縮在原本自己的小世界 讓我真的層次推薦這部動畫 落腳有奇同學 你是愛看動畫又想要輕鬆了解社交技巧的朋友 絕對不要錯過唷 今天影片就到這裡啦 你認同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可以按讚 分享 訂閱 不要忘了開小鈴鐺 可以收到我的最新消息 我們就下次見了 掰掰 哈囉 我現在有線上課程服務 有興趣的朋友請不要錯過 可以點下面說明欄連結查看課程資訊 或是影片上面這個連結可以看到課程資訊 感謝你的收看 掰掰 多謝